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41年还磨合期 拜托 那请问到什么时候才完成两人的磨合期 生死考验 共同面对 三年后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可能会失去这个人 当然有想过 那万一怎么办 万一就万一 对话陈可欣 吴君如 同事圈内人 夫妻合作 势力势力 我一直对于开夫妻店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难 吴君如气场也超级强大 您的气场也强大 我在她面前我是完全是服务她的 高龄产子问题重重 他们的信念令人感动 如果真的验到唐世忠和珍 我们确定留下来 所以天给一个孩子 就试试看嘛 就伟大一次吧 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听吴宇森 陈可欣 吴君如 讲述他们的家庭故事 即将为您播出 演艺圈的名人 与他们的家庭总是受到瞩目 驰骋国内外影坛的著名导演 吴宇森 在今天的成绩背后 离不开一直默默支持他的 妻子与女儿 导演陈可欣 演员吴君如 夫妇两人同为演艺尽名人 在事业与生活上互相扶持 至今已携手二十余载 走下舞台 在聚光灯背后 两个家庭分别有何故事 吴宇森 著名导演 他的电影交织着暴力与浪漫 充斥着情谊与仇恨 你不要搵枪挤住我的头 你够胆就好枪打死我 好枪 他镜头下的电影史诗 是铁汉柔情 是心情相惜 你有本事要打死我 白鸽教堂 枪云淡雨 他诠释了独特的英雄情怀 自1968年编剧《死结起》 他纵横影谈五十载 被推崇 被追捧 也遭遇过低谷 承受着争议 2010年9月 他荣获第67届 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 华语导演 吴宇森的镜头里 往往是枪林淡雨的暴力对决 是惊心动魄的追逐打斗 然而电影之外 英雄亦有柔情的一面 卢浴此番探访吴宇森 位于北京的工作室 在吴宇森与太太的陪伴下 我们得以更多了解 这位导演在电影之外的生活 您看你的气色很好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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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这一个 这是您在北京的工作室 还可以讲 是 这个都是我 太太 她一手一脚把它建起来 我估计你也不 是她的工作室 不是我的 土地是住的 我看这个小院里面 都是各种什么 艺术啊 影视 对 什么的 您在北京就住这儿吗 还是住在别的地方 现在住别的地方 住在这里 差不多两年半 住东边 附近 附近 所以您美国也很少去 小小小小 那香港呢 香港都不是 香港不是啊 没有时间 所以北京多一点 这个工作室就像五语三菜 北京的第二个家 哎呦 在您那边 她是练什么呀 平常 她主要 台宣道 还有极剑 那个西洋剑 如果到那个级别期 理论上讲是可以参加 那个专业比赛的 她现在有教人吧 看她这很专业的样子 这个是我太太把 她 她 她很喜欢把工作室 弄得有家的感觉 家人的胶片 没有放点您的什么画啊什么的 您不是画画啊什么的 您的作品啊什么的 您不喜欢 在这儿没白一点啊 她还稍微谦虚一点 这样画最好的这个 哎呦 这是 这是舞蹈的工作室 这个会议室 哦会议室 你看吴泰一看 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细节的人 一定要摆得很 很很准确 很到位才行 您家里一定都是 先尘不染的那种 慢慢慢慢 有的时候还是很大 鲁豫拜访吴宇森导演工作室当天 吴宇森还亲自下厨 展露了一首厨艺 您给他带 你大导演戴上花围裙 在家里你们难得这样的吧 在家里也这么做呀 做 在家里也做呀 做 真的 然后有的时候叫小孩吃嘛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回来 那是您做饭 他们比较高兴回来吃 还是舞蹈做饭 他们比较高兴回来吃 我不跟他在厨房 其实做饭蛮治愈的 就是吃饭的过程其实挺让人放松的 是不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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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多人都说就特别会做饭的人 他说在厨房里每一工作 他可能就整个人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非常不一样 而且他很轻松 是吧 他在这个配这个那个配那个就 这个开了 他穿围裙蛮好看的 很有居家气息 从约稍微远点 影响那个大师巴灰 还没有 差不多了可以 没错 这种是香港式的那种 很多人炒法都不一样 对 我喜欢这样 就是饭和鸡红是都混到一起的 家常菜 是吧 挺用 1974年 吴宇森与牛春龙在片场相识 内饰的吴宇森是家和公司的签约导演 而牛春龙则是在张彻导演的影片担任长继 两人于1976年3月5日在美国登记结婚 至今已相伴走过40余年 期间牛春龙经常会陪伴吴宇森 出席各种 互联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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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瞬间然后在朋友圈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来三 二 一 然而生活几乎被电影占满的吴宇森 女家人聚少离多 对太太这三个孩子亦有着深深的歉意 我亏欠了你们很多 这么多年来有三十几年 我都没有机会好好地跟你们坐在一起讲讲话 除了电影 我觉得我以后应该多给你们时间 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父亲 但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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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是不会忘记 嗯 你 你觉得 你 你 you weren't available all the time but 但現在還可以,因為你現在還在, 我們沒有必須要說話, 而是解釋了。 我並不認為你必須悔悶, 因為我現在還在,你現在還在, 沒關係,我並不愚蠢。 我太太說,她說我只懂得把浪漫和愛放在我的電影裡, 就把那個寂寞留給她。 最小的兒子今年是? 三十四? 五? 老大今年應該是,又大也是四十了。 都沒有結婚,所以... 你們很著急是吧? 他很著急,你著不著急? 舞蹈著急啊? 急也沒辦法,也不敢問,也不提出來。 父母都這樣,就是都不太敢問,心裡著急。 當媽的可以問啊? 我不著急。 你不著急啊? 他們快樂就好,不要給他們壓力。 那舞蹈你為什麼著急呢? 我想,有個孫子可以教訓一下。 沒有沒有,我喜歡小孩。 不結婚最好。 不結婚最好。 沒有很多麻煩。 那你們在一起結婚四十一年不是很好嗎? 那是我們啊,兩個人在一起最主要要有共識。 還有真的是很包容。 你要知道她在做事情。 她要知道說啊,我在寫字或者幹嘛。 反正我覺得跟一個藝術家在一起生活是不容易的。 因為女人本能的就是希望你在你心中你把我放在第一位。 你可能已經覺得你太幼稚了。 但基本上都是從那個階段過來的對吧? 但是跟藝術家在一起,你必須要接受你要把自己放在頂多第二位。 因為藝術肯定是第一位的。 我已經很多年把我自己放在無畏狀態。 為什麼叫無畏狀態? 還有小孩嘛。 小孩那很正常。 小狗也插進來了。 那還有她朋友也插進來了。 那我們不是一直在推後嗎? 朋友都要在前邊啊? 有的時候好朋友很難找嘛。 那你聽到她在講得很興高采烈。 正好知行員對了。 那不就插進來了嗎? 那我們就一直節節後退。 根本就不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第二位。 我要學習,就不會讓自己心裡最後不舒服。 所以自己要調適啊。 沒有嘛,就因為你愛這個人的話呢,你就得接受。 接受,所以要退啊。 不然的話你在旁邊一直說我是第二調的。 哦,我很幸福。 哦,一上來就已經是第二。 不行。 要跟她講得很清楚。 可是她會忘記。 會忘記什麼? 忘記你是第二。 所以我們就經常被人家忘記。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您的心理是踏實的。 就你知道她的腦子飛走的時候是飛在哪兒。 是,是,是。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作為一個女性來說,她心理其實就踏實了。 我們兩個還是磨合器。 你們兩個41年還磨合器。 拜託。 在那裡頭從來沒有想過我有可能會失去這個人。 當然也有想過。 那萬一怎麼辦? 萬一就萬一呗。 做化療那種痛苦都沒有辦法跟電影的那種痛苦相比,是嗎? 啊,沒有。 我連化療的時候,連養病的當中,我都嫌了。 我一直對於開夫妻店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點難。 吳君如氣場也超級強大。 您的氣場也強大呀。 我在她面前,我是完全是服務她的。 盧玉有約,繼續為您播出。 2011年底,吳宇森被查出罹患癌症,於2012年1月回美國洛杉磯進行治療。 此後的一年裡,太太與三個孩子一直陪伴在吳宇森身旁,並分工合作悉心照料她。 雖然承受著身體的巨大疼痛,然而這也成為了吳宇森與家人,難得的相處時光。 在每一個家裡,是不是要有一個人是那個我們叫the rock,就是那個石頭,那個岩石,還是兩個人都要做你的the rock? 那她是石頭? 她是那個岩石啊,是那個定海神針啊。 那時候她生病的時候,那小孩的害怕的狀況,我可以感覺到她要頂。 安慰周圍的人,我沒事。 所以那小孩會繞著她走,會帶她看醫生啊,或者什麼。 她不頂就行,不行。 所以我要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工作就能夠忘記病痛了。 身體痛苦和心理痛苦,那種痛苦更折磨人。 電影拍的不順利,或者鏡頭拍的不好,得不到觀眾好的反應。 這個是這個痛苦。 那個痛苦還比任何的都厲害。 做化療那種痛苦都沒有辦法跟電影的那種痛苦相比,是嗎? 沒有。 我連化療的時候,連養病的當中,我都想了對。 哇。 怎麼? 我到現在還沒有拍的一個,我自己滿意的一個,對。 如果就這樣走了,就是太遺憾了。 那個時候,漸漸痛苦就來了。 不要讓我死,我還要再拍,我還要再拍一個,我認為完美的一個對。 想了那個時候,我根本忘了,我是在治療。 也是一種轉移的,就被好像慢慢慢慢就轉移了。 那個很自然的轉移。 所以,剛知道有那種癌症病的時候,我感覺不到自己是病人。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籌備《太平倫》那個電影,我還沒有覺得自己是個病人。 因為那個時候來看完我的那個團隊,我還教他們怎麼做,怎麼做。 還在想個電影,還在做。 到後來治療的時候,才有一點生病的感覺。 如果您覺得有一點生病的感覺,那其實就已經是很大的生病的感覺了,對吧? 他好厲害,他可以忍住。 他表現出來,有表現出一分,其實已經,對別人可能已經是十分了。 所以,現在我就讓他。 那他生病的時候,您也是慌的。 我還好,因為我陪在旁邊嘛,24小時,就跟著藥,要吃那個。 就看是不是要換那個什麼臉疾了什麼的。 對,我就會跟那個護士溝通,快到了。 是不是人在就很專注的時候,我就一個目標,就是要幫他把這個病治好。 人在目標很專注的時候,反而沒有時間去慌啊,去什麼痛苦啊,去什麼緊張啊。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問題。 我只想到,治病怎麼樣? 你好他。 就是高度的。 我們在學習,我們也在學習過護士做的動作。 後來你也學習到了。 嗯,慢慢摸索。 然後回到家裡面的時候,我就要自己做。 做什麼,做那個。 做,譬如說那個管子,軟的。 你要什麼時候不要讓它太急,太急,這個會冒出來。 OK。 那所以你一定要折一下,把那管子折一下,它下去完了以後,你再把它慢慢放鬆。 在這樣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本能的鎮靜。 那我不清楚,基本上我把其他東西都到位了,都弄到位了。 我覺得可以救這個人,那我心就安安。 在那時候,敲敲桌子。 在那時候從來沒有想過,我有可能會失去這個人? 有。 有想過? 當然有想過。 那萬一怎麼辦? 萬一就萬一呗。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這個思想完全屏蔽掉。 因為我就是一個特別,有時候會自欺欺人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承受不了的東西,我先把它屏蔽掉。 我假裝沒有發生。 兩個字,面對。 面對不了,這個後果我承受不了。 一定要面對。 一定要面對。 所以從那時候,我又覺得說我現在他又拍了兩片,對不對? 我覺得,嗯,很棒哦。 他把他的人生完美的上升。 那我在旁邊就,我長很好。 我每拍一個電影都有不同的情緒。 因為我太投入在一個電影。 創作人帶的情緒變化太大。 還有每一個電影也是,都有不同的人生觀。 也影響到我個人在真實生活裡面。 所以不管是我太太,還有我的小孩。 有時候,他們不捨得怎麼跟我應對, 或者是怎麼樣跟我溝通。 我也很難跟他們溝通。 那麼,所以也讓他們很多時候會感到很生氣。 以為我不夠關心。 其實心裡面是沒有那麼生氣。 關心的。 沒有那麼生氣。 只是慢慢慢慢就理解了。 我們兩個還是磨合器。 你們兩個41年還磨合器,拜託。 還是什麼? 那請問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兩人的磨合器啊? 最後一天。 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吳宇森一家不同。 陳可欣、吳君如這對伴侶, 兩人同為演藝界名人。 有著各自的演藝事業, 攜手走過二十餘年。 其中也經歷了許多故事。 導演陳可欣、演員吳君如, 兩人相戀多年, 是圈內一對受人矚目的伴侶與搭檔。 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上, 兩個人都合作得頗有默契。 2017年,吳君如首次轉行做導演, 在背後默默支持她的就是陳可欣。 作為影片監製, 陳可欣對導演吳君如的關愛溢於言表。 你監製。 我監製。 監製是個虛的頭銜, 還真的要管很多事。 我每部監製我都每天在現場。 對我來講, 這個戲是近乎是我近年拍的最辛苦的一部戲。 以前的辛苦回家, 你就可以關機了。 這個回家, 突然間他還要提起今天拍戲的事。 還要再提明天拍戲的事。 其實你就完全沒有關機的時候。 你別說監製跟導演, 其實演員跟導演都不應該一起工作。 要是兩部戲的話。 我一直對於開夫妻店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難。 吳君如氣場也超級強大。 您的氣場也強大。 我在她面前, 我是完全服務她的。 然後我呢, 就可以。 你應該去了。 導演, 你不用穿外套的。 不冷啊。 香港人真的是扛動。 我是晚上20度以上是睡不著。 我們家起碼在26度左右。 26度我根本就睡不著。 天啊。 晚上不涼的了。 麻煩你不要開暖氣吧。 好的。 可以開一點空調嗎? 開一點。 這位小姐, 你以為在夏天嗎? 我好。 你身體太好了。 沒有, 我覺得好悶。 奇怪就是說, 北方的人呢, 怕冷。 南方就怕熱。 對啊。 反過來的。 我們幾點就Test Screening? 7點。 你們Test Screening是, 比如是讓他們。 因為有專業的公司的。 專業公司已經幫我做了好幾部戲了。 第一,會問很多問題。 但其實最重要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喜歡, 非常喜歡, 還好, 或者不喜歡。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OK。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推薦朋友去看。 去看。 絕對會, 會, 可能會, 這種。 就這兩個問題是最主要的。 它填完之後呢, 會選八個, 十個, 留下來, 聊的。 跟你們聊。 對。 不是跟我們聊, 我們是必須隱形的。 我們可以做到後面。 跟那個, 跟那個公司的人聊。 跟那個公司的人聊。 其實, 讓我看喜劇片, 我就是一個效果。 好笑的話, 就好了呀。 我效果之後, 哪怕我忘了, 我覺得那一刻我挺, 我挺釋放的, 就挺好的。 就在我們來講, 我通常是主控的。 其實, 其實我做這個事情, 是沒有政治成分在那兒。 而他又是, 就導演跟我的關係, 我們自己人。 但是有些時候, 有很多是, 有不同的投資方呢。 還有大頭, 小頭, 還有監製, 還有導演, 還有那些, 就很容易變成一個, 很複雜的事情。 有很多人。 20斤捡到这么熟 60kg小的时候 你现在是多少 有这个不能告诉 我待会偷偷告诉他 如果你不运动 你会胖吗 会 一吃就胖在那些腰啊 屁股啊 我就是想 好歹都要把自己的身材 还是脸都是有皱纹啊 没有人工 培呀 我觉得你特别好 你的脸特别自然 女演员的脸一定不能整 不能打针 否则就完全没有办法演戏了 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好老了 哪里有 很老啊 所以没有 他说要自然老去嘛 对 而且要拥抱那个皱纹 因为没办法 这里肯定下垂了吧 有时候中国人嘛 就很多说 你怎么那么瘦 瘦了多老 我觉得没错 别听 别听就给他瘦 皱 瘦 都对 所以导演你是喜欢 瘦一点的女人的 对啊 但是都不是因为 他想瘦了 明白 然后你看到自己 哇 原来有线条 所以你有那个 这个叫什么线 所以你有麻甲线 是吗 比如说现在就没了 你肯定要练完 几天不做就没了 要减肥 我们叫收水 明白 就是你必须要练 练完之后 你还不能吃面条 吃 carbs 对啊 在我们看来有时候会觉得 你们俩就是让人觉得像是 啊 couple 别人会觉得 他们俩在一起 会有一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但其实两人彼此的信 别人是不会了解到的 其实那个时候很简单 就是我就觉得 应该找一个很老实啊 以为很老实一个人 以为啊 就是他的外表觉得 好像很优雅 很稳 对啊 哇 这么了解电影 哇 这好像一个 像百科全书 不如我们交往吧 所以你喜欢才华 对啊 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喜欢才华了嘛 本来我觉得是他可以认真 但是原来他并不想认真 哎 那这样的话我就受不了 我会很受伤 您明白吗 我明白 只是他就 很多方面已经控制我 被一个爱的人控制又怎样 对啊 也无所谓 也不 不要分 输跟赢吧 不再输了 那手该哭了 如果真的验到唐世忠合真 我们 确定留下来 Good for you 天给一个孩子 就试试看嘛 就伟大一次吧 鲁豫有约 继续为您播出 我们交往的时候 他就说 你知道 在俄国有一部电影 什么司机的拍了 说我什么司机呢 我都听不明白 波兰斯基有一部电影 我说我司机我就大概知道 波兰斯基又不是俄罗斯 又不是俄罗斯 是类似吧 OK 泡一大堆的电影的知识给我听 所以你一下就 就吸引过来了 你就晕了 对啊 这个是吸引我的地方 但是你要相处过知道那个人是怎样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年轻 看他根本就觉得我们那个关系是不是定下来的一种 就觉得就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在香港就是我有我的生活他在继续拍戏 然后他回来香港我们怎么见见面啊 然后就聊聊天啊 藏出电话 本来我觉得是他可以认真 但是原来他并不想认真 哎那这样的话我就受不了 我会很受伤害 您明白吗 我明白 那这样的话我肯定就撤了 所以就分开了 就撤了 那我会很受伤害 对我就撤了 你知道很老套的吧 如果你不是朝着那个结婚的方向 我们还是不要交往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刚去好莱坞 怎么定下来啊 还有结婚生孩子 你是有病吗 就是那种态度 然后就很自然就 你不是这样啊 那OK了 你回美国 美国了我在香港也无所谓 我继续我的生活 拍戏啊 那你没有很受伤害吗 那时候 有啊 那种伤害也觉得 好啊 反正都刚刚开始 那你这方面比我坚强 是我的话就会 你会怎么样呢 我会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多男生在 然后我就看 哦 那个 嗯 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 是在说什么 对不对 可能 他觉得我蛮特别的吧 所以就交往了一个两个月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有借口了 他去美国拍戏嘛 然后我说好 你会美国拍戏 我们就断了 那个时候就 完全没联系了 因为就好像你刚才说 你是不是受伤害呢 我觉得 是你不懂欣赏我 因为我知道他在美国是拍那个Capshot他们的那个情绪定 后来他拍完这部电影 他自己主动找我 我也莫名其妙 你没有任何的想 没有了 你现在来找我 我还不一定愿意呢 所以他怎么会回头呢 那但是他来找你 你回头了吗 但是我们好像没聊过这个事情 就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因为我是一个会翻旧账的一个人 女人通常都会这样 你会吗 会 我偶尔 男人就很理性 说不是说完了吗 这事情 你们怎么翻以前的 我说曾经病的 我说 那个时候没提出来 就是把他压住嘛 就是找一个机会 啪 就 但我觉得 我能够慢慢摸到你家陈导的那个性格的脉搏 就是他有他的一个节奏 他就不要给你打乱 对 他要按他那个节奏来 然后他的节奏跟你的节奏 在那个时候不是一样的 对 然后等他 他那个节奏到了之后 他就 其实他那个时候打 我们那个 他在找我时候 也是通通电话 他那个时候还在美国 我都没有 都没有立刻去 觉得 需要走在一起 那种感觉 那时候 肯定是 对 肯定是他在 用一点力 用一点计谋是吗 你说的 对 当时没有别的人追你吗 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 就可能 你当时也没有喜欢别的人 你看 女性就是这样子的 女性的 就是基本上 我心里面有一个人的话 我不大可能喜欢别的人 然后这个不大可能喜欢别人 是有气场的 也就不会有人来追你 所以你们家陈导是安全的 好多人说 兜兜 转转 因为你还有那个人 所以就没其他人 能帮我把这个念一下吗 拍过那么多爱情片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我们的关系 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真实的爱情跟电影不一样 它是没有剧本 我想爱情到最后就是习惯 就是生活 没完没了的和你聊天 我们两个那么任性 霸道的人走在一起 蒸蒸潮潮磨合磨合 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 互相迁就对方的不同礼遇 其实也过了十几年了 我求婚也答应了 那其实不就等于结婚了吗 领证 酒席 这些戏对我来说就太假了 反正你也不喜欢别人叫你成太 那么吴小姐 我们以后多点做浪漫的事情吧 你不是总说十几年都是你让我 我在控制你吗 你放心 还有几十年了 你绝对追得回来的 你愿意吗 这个刚才没说 其实他一直在控制我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以为我是很自我 只是他就很多方面已经控制我了 被一个爱的人控制又怎样 对啊也无所谓 也不不要分输跟赢吧 不再输了就说该哭了 是把你弄哭 对 作为女性对于年纪你会有安全感吗 没有 我记得有一年 就是三十九岁 我还没生小孩 陈可欣就提醒我 喂 明年你四十岁了吗 如果你不还想一想 我说不是说好两个人相处 不需要孩子吗 不是说过 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 你还没拿到 Oscar 我还没拿到第二金像奖 不是继续拼搏吗 然后他说 喂 你没有时间了 你一定要赶快要好好地想一想 然后我说 好吧 试试吧 然后我就三十九岁 虽然我试试 但是并不是立刻有吗 然后我说 四十岁一个女人 怎么可以再有呢 因为没有那个 我们十几年前 没这么流行 现在那个人工啊 那种 然后我说 不如自然试试看吧 然后我试完才四十一岁 然后我在想 我五十一岁 我女儿才十岁 但是五十一岁那个年龄 好多人都能 可能抱孙子了 我很感动哦 我听到 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 没办法想象 一个这么大年纪 我就觉得 年龄对一个女人 是这么重要 不是她的外貌 是那个机能 那在你 那个时候 你决定要生孩子 是为你自己 还是为陈导 为你们两个人 没有 我觉得我们 关系这么稳定了 我们已经相处了 大概十年了 那个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思想各方面 都很稳定 然后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很 算 没当过父母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经济啊 还有我们的这里 都已经应该有能力 去带一个小孩吧 因为这个小孩 应该不会太坏 也可以给我们两个 有能力带好吧 就这么一个信念 然后我们好好试试看 如果天给我们就有 没就算了 我们大概试了半年之后 就有了那个孩子了 然后一直在怀孕那九个月 就哇 好恐怖 那个过程 就是这个 如果那个孩子 验血出来 有那个糖氏综合针啊 还有不健全啊 怎么处理了 哇 一大堆问题 就跑上来 就困扰着我们两个 然后说 如果真的验到糖氏综合针 我们确定留下来 确定留下来 我们很 那个信念很强 然后因为 其实我问过医生 医生说 你们 当然照顾他 很困难 但是 在他的世界里面 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说 我没伟大到 去照顾一个 有障碍的人 但是 毕竟都是自己的嘛 然后我们就说 好 确定伟大 一辈子 做人就 拍了这么多年戏 然后 天给了一个孩子 就 就试试看嘛 就伟大 一次吧 然后因为年纪大嘛 就很容易 就有毛病 然后我们 一直都观察 那个小孩的 三个月 五个月的变化 有没有 因为好多自闭症 好多 那个 过度活跃 是不出声 就看得出来 也不是验出来的 查不出来的 那个时候 不是查不出来 是有很多毛病 都不是你能照 或者验学 还是那种 知道的 然后我们就说 哇 我们已经好幸运了 起码有一个 智力各方面 多好啊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 就为了这个 我们两个人的事业 的那个小生命 就觉得 我很感恩了 就为了这个 很感恩了 所以我们就 当然中间 这十年 有好多 怎么培养他 怎么样 帮他 一个怎么的人 都有讨论过 还有当然有分 很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还是 还是我们都 都有共识的 那个带小孩的 那个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